二十分鐘 請兩位政府院長被提名候選人 委員好 首先恭喜兩位被總統提名當監察院的院長跟副院長 當然這個是我們總統對兩位的一個肯定 首先我想請教一下院長被提名人 謝謝 因為你現在還是現任的這個中選會的主委 還是現任 那你辭職了沒有 還沒有 還沒辭職 這次的任期應該到什麼時候 還有三年多 還有三年多 那所以你覺得你要離開這個中選會的主委 萬一你是通過了擔任監察院的院長 那你勢必要辭職嗎 當然要辭職才可以擔任 勢必要辭職嗎 是 那你覺得還有未完的工作是什麼 在中選會 我們尤其是今年年底是有大型的地方選舉 我們都一直在持續在辦理這個訓練當中 對 那那個所以我覺得還是有點遺憾 但是從你99年當任中選會的主委 在你這個報告裡面 你說你已經完成了這個一個是總統跟立委的合併的選舉 這個算是你的一個政績之一 另外一個是完成了五都十峽市的一個選舉 是 事實上我是蠻肯定主委 就是 張主委 就是在中選會 是蠻肯定你已經完成了這兩項選舉的一個任務 但是還有幾項可能還沒有完成的 像不在即投票 這個還在研究 因為要立法通過 那個要立法通過 那個要立法通過 包括那個總統的 包括立法立委的 原住民的 包括原住民的部分 這個還在研究 還是要修法 要由內政部修法通過 我們才能執行 對 所以我在這邊 這個要寄希望於我們的未來 這個我們院長的這個張博雅這個主委 就是說 可能有很多的作風啊 領導的這樣的一個統議 在監察院裡面 必須要有別於 像前任的 王健全院長 可能我們會認為說 王健全院長啊 王健全院長可能是 有點適應不良還是怎麼樣 因為他在離開以前 他還講了一句話 留下了一句話 他覺得他很後悔啊 幹了這個監察院的院長 你會不會跟王院長這樣子啊 會不會 我想 我覺得不會有這樣情緒上的 離別的發言 對 這個就是要看你 看你這個政治的修養 政治的歷練 所以我覺得 主委這邊 你的政治歷練 政治修養 可以說非常的 這個 齊前 齊備了 所以我是覺得 您可以 對內啊 要跟監察委員 保持一個和睦的關係 那是應該的 不要不要 不要鬥來鬥去的 監察院跟監察委員 委員要聽從院長 大家一起是一個團隊 一個team 那對外的話呢 也是要 也是要樹立一個這個標杆嘛 就是說要 友誼打虎 這樣一個標杆出來 把監察院的形象這個 這個打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說 在未來 這個領導 就是在 你這個leadership 在這個監察院裡面 我們是希望 這個未來您 如果當了監察院院長 你要展示你這個leadership 不只是對內 還有對外這樣子 謝謝 我們盡量努力 這個 我想這個可能就是 雖然我是不相信風水了 不相信風水 但是我之前 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在去年的時候 我就質詢過監察院的秘書長 陳鋒義 我說為什麼我們監察院 怎麼搞得好像都非常的 尾名不正 那是因為你那個監察院的外牆啊 這個斑駁掉落了 我說應該是花一點錢啊 把這個監察院的這個外牆 那個本來是紅色的 現在變成白色的 為什麼不花一點錢 把這個監察院呢 把它弄成 幻然一新嘛 把它重新粉刷一下 就是因為那個外牆啊 很斑駁 很蒼白 所以那個士氣沒有展現出來 所以我是建議 當時陳秘書長 我說花一點錢 把那個外牆整修吧 後來他跟我講說 監察院是古蹟 那個沒有辦法動 那你沒辦法動 你就讓他一直在那邊掉落嗎 在那邊掉漆嗎 所以我覺得 我是不相信風水的人啊 我不相信風水 但是我覺得監察院那個外牆啊 一直到現在 沒有辦法粉刷 沒有辦法重新游漆啊 所以他這個士氣 他的這個氣象 他這個新的這樣的一個氣象 新的士氣 沒辦法這個展現出來 我是不相信風水的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可能 院長 如果你當了院長 你去研究一下 是不是有受限於什麼古蹟相關的規定 你那個外牆都不能花一點錢去整修 你最起碼說 新人要有新的氣象嘛 新人也要有一個新的一個環境 因為我每次看我們立法院還不錯 立法院這個這個整個跟以前一樣不錯 但是看到監察院那個外觀啊 真的好像是一個在在凋落的 在凋落的一個一個單位 那是跟外牆有關係 所以我是拜託院長你擔任這個新的職務 先把那個外牆整修一下 謝謝委員指教 監察院確實是被列為古蹟 但是修復修理還是可以按照古蹟的方式來做一些整修 甚至於光是燈光方面就可以補助很多 補強很多 好 這個可能是我認為 因為之前我在我有質詢過了 可是我每次看到監察院那個門面 那個門面好像好像是沒有人在裡面似的 所以他這個你們這個應有的職權沒有展現出來 我想這個兩位我是不曉得 將來是一個當院長一個當副院長 你們將來我覺得這個也是滿好的一個搭配 滿好的搭配 特別是你有這樣副院長孫大川 副院長他的政治力量也滿夠的 他是從學術界出來的 那將來院長 您將來這個會交付什麼任務給副院長 目前還不知道 但是我們一定會分工合作 至少好像是人權方面是副院長負責的 人權方面 人權 人權保障這一塊是副院長負責的 但是人權你當然也是要關心的 那當然 不是說人權我就交給這個孫大川副院長 不是這樣 不是 但是他是要負責這一塊 至少要負責這一塊 但是這個孫副主委 他孫主委他以前他有一些才華了 在過去他在行政院 他說他是這個康樂股長 但是我說你在監察院 你就不能當康樂股長 你要當風紀股長 這個對行政院對整個公務員 不是說這個開啟劇幽默玩笑話 然後討大家的喜歡 我覺得說副院長應該要 你從行政院到監察院 你不是只有當康樂股長 而是應該要當風紀股長才對 委員這個一定的 這個因為監察院有他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角色扮演 當然就必須有一些改變 不過還是要有一點點幽默感還是好 那當然還是要 幽默感是對內的同仁 但是你對行政院這些不孝的這些貪官污吏 你就不要有幽默感了 他們現在已經在準備我轉變成風紀股長 院長你覺得將來通過這個任命 你跟孫大川副院長 你們將來應該可以合作吧 那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 我們在院會的時候就隔壁 你要多善用他的才華 他的才華非常高非常強 他有某些才華可能院長你不知道 還有哪些 他這個公關能力很強 對對對這個我們知道 他有文學的才華有幽默感 而且他酒量也不錯 還有哲學思想 有哲學思想 好 那這個我想院長請回 好謝謝 孫副院長被提名了 那我想我還是要把這些話講出來 那因為禮拜五就要投票了 我相信你應該也會獲得大家的支持 但是我想說 綜觀你這整個過去的一個學術 跟一個你的一個政治的經歷 我可以講說 你 我想先請問你了 就是說 因為我們當時都不曉得 將來你會被提名為監察院的副院長 當然馬總統他可能有一個想法 因為過去監察院都固定有一個 原住民的監察委員 像陳吉利先生 他也是監察院副院長 當時也是馬總統提名的 但是我們認為 陳吉利先生能夠當到我們 中華民國五院的副院長 沒有一個原住民有這樣的一個地位的 這個可以說是代表原住民 最高的一個政治地位 一個榮譽的象徵 那你剛好就接續這個陳吉利 這個被提名為監察院的副院長 可見馬總統這樣的一個 監察院的人事的任命的布局 有他的意義 就是說他用人是不分族群 可能還有一點黨派色彩 但是他不分族群 彰顯在監察院 而且特別是這一次呢 又提名了兩位 一位是監察院副院長 被提名人 還有另外一位是張仁香 監察委員 這個可以是破整個中華民國 在監察院的一個用人的一個 對原住民的一個重視 這個是一個破歷史的一個紀錄 所以我想請教你 你這一次啊 能夠擔任監察院的副院長 是代表原住民代表邊南族 那你覺得他的這個意義在哪裡 報委員 我當然是覺得很幸運 不過可能委員也知道 我長久以來就一直覺得 原住民應該有更多參與國家治理的機會 那過去我們好不容易當然有 這個都可以 這個就是說你在行政院 從監察院 你當過副主委 在華家治時代 在96年到2000年 是吧 你當過副主委 然後你在 2019 97 到2012 你就這個換黨執政之後 國民黨重新執政 你又被任命為監察院的主委 那是八八風災之後 八八風災 這個資歷是很完整的 大概沒有一個原住民跟你這樣子 從一個嚴明會的副主委 到嚴明會的主委 到現在監察院的副院長 你這個這樣的一個政治的一個生命啊 可以說是延續的很完整 這個是馬總統對你的一個提拔 對你一個任命 是不是 我想他有這樣的考量 這個我們也應該 我想我們也應該珍惜這樣的機會 對 讓不只是對於原住民的發展有幫助 而且對整個國家也能夠有一些貢獻 但是我覺得 我對你個人的一個經歷的一個了解 你可以說是第一個 就是你自己也曾經參與過凱達格蘭文化學校 對對我沒有黨派的這種想法 你沒有黨派想法 對 但是你最早呢 凱達格蘭學校成立的時候 民進黨的陳思孟曾經找過你 是是是 對不對 曾經找過你嘛 你跟陳思孟是好朋友 請你當凱達格蘭學校 你當時的職務是什麼 我那時候是規劃他們的一些課程 你是課程的召集人嘛 對對對 就是希望在他們的培訓裡邊 能夠有更多的人了解原住民的狀況 所以我認為第一個 你是可以 可以怎麼樣呢 你可以遊走在藍綠之間 我也不是藍綠的問題 我是蠻希望我能夠多扮演一點 不同的立場 或者是不同觀點的角力的時候 的一個對話的平台 我自己也一直都是這樣 剛才委員提到說 我在行政院好像可以跟很多人做朋友 其實這也是因為我們 很多原住民的事務需要別人幫忙 不是 我說我現在談這個不是談什麼 我是覺得說 今天啊 大家藍綠也可以接受你 立的也可以接受你 因為你過去也當過凱達格蘭學校的召集人 你有猜疑過嘛 但是你的整個政治的一個任命 都是在國民黨時代 對對對 你當嚴明會副主委 當嚴明會主委 對對對 都是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對對對 所以我是說 你可以遊走 自由的遊走在藍地之間 對 我也希望能夠借這樣的機會 讓更多的對話 我覺得你可以周閒在學術跟政治之間 是 我本來以為說 你這個去年離開了圓明會之後 我也是這樣想 以為說你會回到學校去任教 在政大 台文所 那後來沒想到真的有一天 你還會回來 對對 這個我也是沒有想到 真的 所以我剛才說你是遊走藍地之間嘛 第二個你是回閒在學術跟政治之間嘛 是 那你說你是學術人嘛 學術人 基本上我覺得我還是希望定位自己是學術人啦 但是學術人並不一定就是不能夠做事嘛 這個還是要大力入市 我們很多社會的事情 國家的事情有機會能夠做一些服務 我覺得學術圈的人應該有實踐的機會跟實踐的經驗 那個學術本身才會更有 但是太過文學氣質 也不一定能夠適合這個政治 其實我 你太過文學氣質的話 我始終不覺得我是文學家 我其實是學哲學的 第三個是你橫跨行政院跟監察院之間嘛 你行政院做過了現在到監察院了 他的角色又不一樣了 對 角色又不一樣了吧 對 所以可能也會了解行政院運作的這些情況 將來在行政院跟監察院之間 我覺得也可以有一個平台 讓我們很多的這些工作能夠更順暢 所以我想請教你 現在是保障人權是你未來主要的工作 你要怎麼樣去保障 顏住民的人權被侵犯 我想應該這是方方面面都有 除了一些可能還有一些侵害原住民人權 特別是在文化語言各個方面 甚至在政治的這些部分 我們都應該關心 因為這個也是國際的人權的一個蠻重要的理念 這個部分大概還是要走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跟陳敬立副院長一樣 我知道他喜歡打高爾夫球 他打高爾夫球 您會不會打高爾夫球 不會 對 所以我是希望說整個在國際的人權方面 顏住民的土地人權方面 被侵犯的時候 我覺得副院長應該要站出來 好比說你可以在行政院各部會 針對顏住民的土地人權被侵害 那我覺得副院長這個時候就可以發揮一點角色 等於是來幫助顏民會 幫助顏民會來執行他的業務 來保障顏住民的人權 就是各部會的一個 在處理這方面 有侵犯到顏住民的人權的時候 監察院可以做一點事情嗎 對 我想只要在監察院的應該有的角色 這個範圍內 我應該會這些事情都是我要關心的 所以我覺得 你不一定說要當一個無聲的 沒有聲音的監察院的副院長 不會啊 這個委員你一直到從行政院 因為我們監察院 我們在王健鮮是常常在媒體發表一些文章 但是成績力就比較沒有聽到了 所以我覺得說副院長 應該是在人權 在少數民族 在這方面 應該是要發揮他的一定的功能 特別是你這個報告裡面特別談到 這個你說張院長提名人柏雅理事的副手 作為他的副手 我會向他爭取更大的空間 能和學界學生公民團體和在野政黨 積極對話溝通 激發想像力 尋求監察權的合理安排發展 因為你現在已經不是原住民了 你可以跳脫原住民的這樣一個思考 你要站在一個監察院副院長的高度 把這個監察權發揮出來 然後怎麼樣去協助這個原住民保障他的人權 保障所有弱勢團體的人權 就像您談的 公民團體 弱勢 學生 跟在野政黨 積極對話溝通 我是蠻期待自己能扮演這樣的角色 我希望你能夠把你的監察權 能夠發揮出來 一方面是對外 那對內的話呢 你也可以當 應該不至於啦 也可以發揮這樣一個潤滑的功能 不要說跟上一次監察委員跟院長 常常好像是有不同的意見來互相調查 這樣的一個情況 真的是一個監察院本身 就不是一個團結的一個單位 都是互相舉發 互相調查 落到這種地步 那我覺得 當然張柏雅他當院長的話 應該是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但是這方面你也可以做一個 潤滑的一個功能 就是監察院內部的 但是對外的話呢 那你就必須鐵面無私啦 就不是那種康樂鼓掌啦 講笑話 講一點幽默的笑話 所以這個一定要改過來了 那最後呢 我還是要恭喜 這個我們副院長被提名人 真的我想這個是國家對你的肯定 你說這個是你沒有黨派的觀念 但是我想這樣的一個任命啊 是超越了一個族群 那這個也是我們原住民最高的一個 容易的象徵啊 到目前最少副院長是這樣 當然你是第一次的 當然你是第一次的 對 感谢观看